大家好,今天我们还是来说一下AI声音克龙 这个声音克龙的工具有很多,我相信大家应该用过不少了 那么这个GPT-Sovage的效果应该是目前为止 所有工具里面效果最好的一个,其他工具都是不如它的 那么这个工具也有它的一些缺陷 这个是它的使用界面,我相信使用过的人应该有所了解 它的整体的使用过程是比较复杂的 需要我们填很多的内容,包括这种文件路径 还有一些参数需要我们自己去调整 可能也一个地方失误了,那么整体最终下来之后 你可能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 这个是很多人都遇到过的问题,包括我自己也是 那么今天有一个工具,它做了大幅度的简化 就这个工具,这个工具大概16G 这个需要大家自己下载一下,之前的版本已经不能用了 那么打开之后,中间这一款是有一个启动文件的 这个启动文件,我们双击来把它打开 这个是它的使用界面,大家看到了 它把整体的这些复杂的过程全部隐藏掉了 做成了这种比较简洁的五步 这个是跟它之前的这些内容是同步的 这个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怎么去使用 我刚才试用了一下,这个确实使用起来要简单了很多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适合大多数人的 更加的通用 然后这个我们看一下 先选一个音频 当然这个我们第一步呢,还是要对音频进行一个处理 那这边有个其他工具,点一下 先做这个八九人声的分离 然后做这个音频的分割 那么我们来选一下这个声音 这个我是把它放到这个机盘里面的E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啊,这边这个文件夹里面呢 我放了一个声音 我先选中它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声音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声音文件 一分钟多一点点 声音样本是比较短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边我已经选好了这个音频录录 下面这个的话就选第一个就行了 这个不要改 直接点那个开始提取 那我们来稍等一下 看一下它这个黑窗这边的一个进度 好,这样所有的音频分离完成 分离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对音频进行一个分割 因为它是一个总体一分钟的一个音频 需要进行一个切割 然后这边呢 需要这个选择一个带切割的音频目录 这边它这个 我看一下它这个目录 开收入目录 那么它这边呢 是给我们分离好的这个声音 在这儿 这个是我们人的声音 把这个地址选中 然后呢把它切换到这边来 调一下回车 然后选中这个文件夹 这是我们这个分离好之后的这个声音 然后呢 下面这些呢 大家保持默认 不要动 点这个开始切割 它这边已经切割完成了 我们来看下一步 我们来看下一步 打开收入目录 这个是它给我们切割好之后的音频 我们把这个地址选中 然后呢 翻回到这边来 点一下 这个带训练音频目录啊 这个就是我们切割好的音频 我们需要把它选择到这边 好这样的 然后呢 选择文件夹 这个就是我们的带训练的音频目录 然后下面这些的话 我们先来选中一下 那个角色模型的名字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填一个 我就简单点 比如说两个M 这个语音识别模型 大家可以自己选 通常情况下 选这个base就可以了 这个不需要去改 这个训练轮数也不需要改 15轮的效果已经很好了 如果大家有更多需要的话 那么这边 你可以填的时候呢 你需要填这个5的倍数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的保存频率是5 所以你要填的话 你就是20 25 这样往上填 如果要不然的话 这个保存可能会发生丢失的情况 这个 根据大家自己的显存来运行 这个是就是数值越大 那么最终可能跑起来越快 但是对这个显存的要求就越高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调 显存比较低的话 你就改成1 保存不会崩就行了 这些保存默认不要改 这个半精度 如果是16系显卡 就是比方说1660 这类的显卡 那么这个 你是需要把这个取消掉的 因为它不支持半精度 其他正常的显卡应该是可以的 这样我们所有的参数 就全部选择完毕了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 训练 先选第一步 音频取照 我们这边第一步已经做完了 现在可以做第二步 点这个音频打标 第二步做完了 但是这个第二步呢 需要我们自己去手中去修改一下 大家自己看一下这边的文字 和你这个语音的文字呢 是否正确 如果不对的话 需要你自己修改 当然我这个的话 肯定是有一点问题了 这个我们需要自己去改一下 找到这个固境 看在什么地方 这个文件是在这儿 大家找到这个目录 date GPT 我们来找一下 在这儿 进来 这个呢 是我们刚才新建的一个模型 在这个文件里面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文字呢 是有一点问题的 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去修改一下 大家可以自己去对照一下你的声音 要尽可能的把这个文字 保证跟这个语音是一致的 要不然会影响最后的声音的一个准确度 这个需要大家了解一下 好 这边呢 我来修改一下 这个是我修改之后的文本 注意这个字是否对 那么这个标点符号 大家尽可能加一下 这样的话 最后声音的准确性会比较高 还有就是这个字体 大家看这个有的是简体 对吧 有的是繁体 那么像这种是不要紧的 简体和繁体无所谓 只要是中文就可以 另外就是它这个工具呢 目前只支持中文 不支持英文 所以大家想训练英文的话 那么你还是需要回到这个 GPT这边的界面 然后去训练这个英文 这个工具呢 目前只支持中文 这是这个文本 我们把它关掉 现在我们该做第三步 直接来点一下 现在我们第三步做完了 现在可以做第四步 我们来点一下这个开始训练 大家看这边训练的是这个 这个模型 下面还有一个训练是 GPT 模型 这两个不一样 分开两步了 点一下 这边我们就需要稍等一下了 因为它需要跑15轮 它提示我们说已经做完了 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 在这个地方 这个它会帮我们把两个模型文件夹 全部打开 这个是我们训练好的模型 至于下面这个 GPT 这个模型呢 我们还没有训练 我们先关掉 大家看一下这边这个时间 每一个呢大概是17秒 那么总共这么多步 下来其实也就50分钟啊 这个时间很快 好我们来做第五 点这个开始训练 这边 这边同样需要稍等一下 我们这边呢 它提示我们说已经做完了 这个我们就所有的模型训练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模型输出目录 这边它两个文件全部打开 大家看每个里面都有三个 这个就说明我们的这个做的没有问题 接下来就是怎么去转换声音 我们来接下来往下走 这边我们点这个文字转音频 这边呢 它会将我们这边的文字呢 去转换成相应的语音 下面多了一些选项 我们来选择一下 首先选你的这个 GPT 模型 就在这个文件夹 它会自动打开 我们选这个 数字最大的这个 这个模型呢 我们也是同样的选这个数字最大的 参考音频 这个大家自己选一个 这个应该是我们刚才这个 切割音频这个目录里面选 我们来找一下这个 切割音频的目录 在这儿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选择这个路径 找一个文件吧 找这个 听一下 来我家做客吧 知识与你分享 好我们就用这个啊 然后呢 选这个实浪2 刚才的文字应该是 来我家做客吧 呃 知识与你分享 这个是我们这个文字 然后呢 这边下面大家就保持默认就行了 语言只能做中文 其他做不了 这个半季度也是 如果大家是16系的显卡 那么把这个取消掉 其他显卡应该是可以的 然后呢 我们点这个文字生成音频 文字的话 我们就用上面这个文字 就不改了 这边做完了 因为咱们文字比较短 我们来听一下声音效果 这个声音效果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我们的原因是非常的相像的 声音非常的不错 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TXT目录 这个之前没有给大家说过 好像 今天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TXT目录啊 我这边之前在网上随便找了一段文字 大家看 这个是当你登录到火星的时候 想要旅游的话 那么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这段文字的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就拿这段文字呢 来给大家做个演示 这边我们来选这个TXT目录 它得选的也是文件夹 不是选这个文件 这样应该可以了 我们直接点 它这个工具是这样 就是如果说这边这个TXT目录 是有东西的 就是你选了一个TXT 那么上面这个文字就是无效的 它会优先去转换这个TXT里面的这个文字 这边它在运行 这个我们稍等一下 看一下效果 这个是第二个 来听一下 当你来到火星时 首先会被周围的景象惊看 火星的表面干燥而崎岖 红色的岩石和尘土 在阳光下闪烁 你会感受到不同于地球的气息 尽管有空气供应 但气味和风格都截然不同 你的行程可能包括以下活动 登陆点探索 首先 你会进行登陆点附近的探索 这通常是一处平坦的区域 用于着陆 你可以走进登陆器 感受它的规模和技术含量 并在周围的地表上留下脚印 这会成为 你在火星上的记忆之一 科学研究 作为一个旅行者 你可能会参与一些科学研究项目 例如 收集土壤或岩石样本 帮助科学家们了解火星的低质结构 和化学成分 这个声音样本我们就听到这 它的效果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而且这个工具 它对这个GPT的这种复杂的流程 做了一个简化 我们简化完之后 我们使用起来 确实是要容易了很多 比我们之前要容易的太多了 所以这个工具 确实也是推荐给大家使用的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下载下来体验一下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 大家拜拜